傅宇川,微微太行,傅宇他不必宽广的胸怀,火热之年,给予他终成奋进的力量,他出行不忘,建秦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,他现身使命,彰显了革命军人的无上荣光。 我和吕建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同学,我们相识相知,27年,是秦童手足的兄弟,吕建江出生在河北省景亭县的一个小山村,1989年,他高中毕业,参职入伍,成为驻重庆某部的一名新兵,刚到部队,火热的军营让他心机不移,严酷的训练也让他有些力不从心。 第一次占军资,建江就一身紧不适合过去,一直要强的他,感到很丢人,给班尼抹了黑,他很苦恼,而战友的关心,班长的鼓励,让他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 他重拾信心,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军事训练中,那年,部队东训时赶上了一场大雪,还挂着风,看着棉服都经不住打哆嗦。 建江看到一群老兵在雪地里摸爬滚打,杀生震天,这让他很受出动,建江是个从不服输的人,他按下决心,自己也要像老兵一样,做一名军事过瘾的好兵。 从此,他咬着牙,狐烟狠烈,成为连队的优秀士兵。 部队领导和他训练刻苦,业余时间还坚持自学,就推荐他报考军校。 当兵第二年,建江成功考取了第四军艺大学。 建江常说,我是山沟里出来的穷孩子,没有祖局就没有我的今天。 咱要懂得折恩图保,他的报恩方式,就是请学苦练,客户钻研,每次去找他,他不是抱着书本在看,就是在卖头记笔记。 老师说军医的战场在手术台,就此服伤要能打胜仗,建江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。 珍惜在校的每一次时光,他把学习当成最杰克的事情,政治课上全神贯注,专业课上如极思客,实习期间也一次不苟,一直到毕业。 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,1993年大学毕业,建江北方道总厚蒙仓库卫生所当军医,接到通知。 他飞起行李就去报道,仓库位置偏远,周围全是大山,不通公鸟车,生活保障极为不便,前几年分来的干部,没待多久就都走了。 我问他,你有什么打算?他说,这里就是我的战场,我要在这儿干一辈子。 仓库驻地分散在近20平方公里的山沟里,诊所在山下,库区在山上,观定向山看并很不方便。 仓库卫生所所长,是一位临近退休的劳导人,义务过硬,工作院正负责,经常带队翻山越岭去寻诊,建江看在眼里,佩服在心里。 等路线摸熟后,他经常自告奋用外出寻诊,不怕苦不怕累,就连关风下雨也不间断,建江不仅工作勤奋,思想上也积极要求进步。 他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,决心做一个像老所长那样的党员,时刻冲锋在前,权力保障部队战斗力。 那段时间,我和建江通电话,他总是满满的好心情,书领党和战士们都很欣赏他,工作挺忙,心里特别充实,1994年的一天,建江给我打来电话,特别激动地说,云川,我入党了。 那一刻,我由衷地为他高兴,因为这是他一直不懈追求的目标。 入党后,他工作更加积极主动,多次被所在部队平文优秀共产党员,基层卫生工作先进个人,还容领了个人三等功。 后来,他接了劳所长的板,成为我们同学中最早健身营职干部的人。 2004年,赶上部队排军,建江所在单位营职以上干部全部安排转叶。 对于想在部队干一辈子的建江来说,很是不舍,脱下军装的那一刻,他哭了,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先知。 他不埋怨,不后悔。 他说,在部队锤炼的信念坚定,忠诚他时,是耐劳的品质,是最宝贵的财富。 自己会感恩一辈子,建江虽然倒下了,但他始终本色不变,军魂不倒。 15年的军旅生涯,三年的经营历程,他走得坚实,走得出彩。 他的生命虽然缺少了长度,但有厚度,有高度,更有温度。 我们从心里没有这样的好战友,好兄弟感到骄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